男人正处于事业巅峰时突然 收到了青梅竹马发来的结婚请柬 得知他即将成为别人的妻子 成孝感到万分沮丧 他回到了老家 想再走一次两人曾共同走过的路 却意外看到 一个和竹马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成孝下意识地喊出十六 没想到对方也叫了一声成孝 原来十六在美国事业成功 他也即将和男友结婚 就在这关键时刻 他悄无声息地坐飞机回了韩国 偷偷回国的他 除了十六没人知道为什么 他没想到刚回国就 遇到了成孝 两人一见面就开始伴随 因为他们是妈妈们的朋友的孩子 所以从小就是好朋友 但十六准备离开时 正好看到走过来的妈妈 父亲也提着菜走来 因为是偷偷回国 十六担心会被当街揍一顿 于是赶紧躲进了一个纸箱子 让成孝帮忙掩护 成孝虽然很不情愿 但见妈妈们靠近时 还是乖乖地配合了 中间的粉红箱子 让妈妈们觉得很奇怪 成孝本来不想理会 但听到妈妈们要送去警局 他才承认那是自己的箱子 这种奇怪的喜好 让妈妈们开玩笑 危机过后 成孝故意压着箱子 不让十六出来 还让他解释 为什么躲着家人 十六却拒绝回答 他一脚踢碎了箱子 气得想把成孝撕成两半 但十六突然软化了态度 想去他公司的厕所 十六从厕所出来后 开始参观成孝的公司 越是禁止 他摸的东西就越多 这让成孝不由的感慨 他真是个折磨人的家伙 但十六脸上并无喜色 而是迅速转移了注意力 趁人不注意 跑进了成孝的办公室 不知道里面正在装修 十六被电线半倒 看着书架要砸下来 成孝及时挡在前面 结果不小心背部受伤 十六虽然看似不在意 但还是关心地检查了伤口 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就伤疤 他记得那是小时候 自己和其他小孩打架时 成孝本来想劝架 结果被他一把推开 撞到了旁边的铁栅栏 成孝劝他赶紧回家 否则麻烦越拖越多 十六觉得有道理 就朝家的方向走去 由于两家住得很近 成孝也跟着他一起走 走到门口时 十六担心母亲会动手太重 便打开行李箱 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 这让成孝大吃一惊 十六穿戴整齐后 又开始挽留成孝 今晚一定要陪在自己身边 他闯了大祸 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人 成孝还没缓过神来 十六的妈妈突然从后面出现 正好听到了刚才的话 妈妈气得要命 不明白 他怎么能在婚礼前一个月 做出这样的事 正打算狠狠教训 这个不争气的女儿 成孝赶紧上前阻止 劝他们好好谈谈 没想到妈妈 连成孝也一起训 这时候爸爸站出来 保护十六 说他这么做 肯定有难处 他们应该听听女儿的想法 十六说他辞职了 现在是个无业游民 这话让大家都惊呆了 爸爸气得当场晕过去 看到妈妈又要动手 十六集中生智 抓住成孝不放 拼命往前跑 那一刻他们仿佛回到了童年 终于摆脱了妈妈 两人累坏了 坐在长椅上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十六的弟弟打电话给成孝 让姐姐快回家 妈妈已经冷静下来了 没有力气再打他了 十六战战兢兢地回到家 看到妈妈手里拿着武器 屋里还吵闹不停 成孝突然想起 小时候的事 他因为在国外出生 回韩国后 不会说韩语 被很多小伙伴欺负 当他感到非常委屈的时候 十六像个女战士一样 自然地把他保护在身后 他即将和男友举行婚礼 却偶然发现 他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十六无法承受这一打击 于是 没告诉父母 悄悄退婚回了老家 他的突然决定 让他妈妈非常生气 他不理解女儿 为什么放弃高薪工作 以及那个身家千亿的理想女婿 选择回到这个贫穷的小山村 十六不想让母亲担心 只好谎称在国外待得无聊 想要换种生活 重新开始 看到女儿坚定的决心 母亲只好通过打鼓 来释放怒气 而十六成了无业游民 他最享受的 是能睡到自然醒 连成孝都开始看不惯他了 他本来想劝他振作起来 但十六还记得他以前的过错 十六一到公司 就有人追问他 和成孝的关系 十六向来爱炫耀 于是开始讲 他第一次见到成孝 就觉得他胆小如鼠 还不会说韩语 决定帮助这个软弱的孩子 所以无论做什么 十六都带着成孝 简单说 成孝是他一手带大的 没想到这话 让成孝听见了 他觉得无语极了 此刻他真想 找个懂他的人倾诉 因为十六实在是 太扭曲事实了 成孝解释说 他第一次见到十六 就看他脏兮兮的 像个小花猫 他总是不经意地摸他的头 还强迫他扮演各种角色 哪怕有点不配合 十六就会勃然大怒 成孝更崩溃的是 十六不尊重他的隐私 还喜欢往他碗里 加不喜欢的菜 他跟小区的孩子混得好 只是因为玩木头人缺个鬼 面前的葱 他其实很想尝尝 于是开始自己下厨 他的闺蜜 立刻打电话给成孝 让他稍后来 尝尝石榴家的美食 成孝嘴上说不去 可身体已经诚实地在路上了 家里没酒了 闺蜜主动去买酒 这就留给他们两人单独的机会 十六突然做到 成孝旁边 怀疑他受了他妈的指使 他妈真的很好奇 为什么女儿会变成这样 偷偷给女婿打电话 却始终没人接 妈妈慌张的样子被 十六看到一把抢过手机 看到妈妈在偷联系那个混蛋 她觉得很没面子 为了缓解心情 整天坐公交车 回想自己悲催的半生 十六没想到 自己因为工作太努力 会被同事排挤和嘲笑 他回家想向未婚夫倾诉 电话却始终无人接 压抑的生活 让他日夜喘不过气 特别是发现未婚夫的背叛 感觉灵魂都被抽空了 十六在外面游荡了一天 回到家时已经失魂落魄 正好看到成孝从家里走出来 想着明天他的事务所就要开业 十六便提前送上了手中的礼物 第二天一大早 十六看到妈妈在衣柜里忙里忙外 原来妈妈为了不输给姐妹们 打算带上女儿送的金凶针 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随着成孝事务所的开业典礼 几位妈妈都盛装出席 大家都来到了现场 众人纷纷称赞成孝 年纪轻轻已经如此有成就 这让成孝妈妈非常开心 相比之下十六妈妈显得有些失落 毕竟她不久前还在夸自己女儿 夸她女儿有多了不起 看到大家向自己靠拢 十六妈妈心里有点虚 她本以为能躲过一劫 结果还是被姐妹们带到 当众被问及女儿的婚期 听着她们那带刺的话语 十六妈妈感到非常没面子 她走进洗手间想冷静一下 却又听到别人在背后议论 这些话让她觉得无地自如 她本以为靠女儿能翻身 在姐妹中也能抬起头来 没想到还是白费心思 十六妈从洗手间出来 正好看到女儿过来 女儿过来给她送胸针 她正准备让女儿赶紧离开 不料姐妹们突然出现 为了显摆不落下风 又开始夸赞自己的女儿 说女儿辞职回国是因为 收到了几家更好的公司的邀请 目前在考虑中 十六听了感到不自在 但为了母亲的面子 她没当场揭穿 回到家以后 两人争吵不停 母亲为了让谎言显得真实 已经买好机票 准备送她回美国 行李也打包好了 但十六坚决不愿离开 她崩溃地质问母亲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被赶出家门 说完就离家出走 承孝站在门口急忙追出去 她知道十六这几天都在勉强笑 所以安慰 她说想哭就哭出来 十六终于忍不住哭泣 在承孝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母亲也意识到 自己刚才有些过分 她更多是担心女儿 几十年努力得来的成就 静一夜之间付诸东流 为了弥补错误 母亲第二天就找建筑师丞相 精心布置了女儿的房间 十六一早回到家 看到原本的杂物件 被布置得很温馨 她激动地跑下楼 心里特别开心 母女终于和好如初 晚上十六准备睡觉 突然发现 天花板上的星星会发光 她兴奋地打电话给成笑 却不知道成笑暗恋 她二十年 这次她搬回老家 想每天都能见到十六 也想主动表白一次 不留遗憾 两人早就心动 那天十六试图触碰屋顶的星星 不小心跌入成笑怀里 两人对视 能听到对方的心跳 如果当初有人勇敢一点 或许就不会错过这么多年 成笑正熟睡中 被十六的尖叫声惊醒 一看时间才三点十分 她彻底崩溃 觉得十六半夜不睡觉 肯定疯了 她拉开窗帘 对面的十六立马和她对峙 十六完全不考虑成笑的感受 反而嘲笑她说 她这么大了 还闹还调侃 要不要给她唱首摇篮曲 成笑对十六的话 无可奈何 发现她正在看电影 就开始剧透电影的剧情 成笑的新公司开业 就大红大紫 得知公司拿下了一个大项目 只要未来运营得当 就没问题 然而这个好消息 并没能吸引成笑的注意 她其实想做的是改造 她曾就读高中的体育馆 闲来无事的 十六编写了一个程序 这程序能帮她记录日常作息 不过记录的都是些无聊的事 比如玩游戏 发呆 看电视 睡午觉 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十六觉得无聊极了 于是打电话给成笑 邀请她下班后去漫画店 尽管成笑以工作忙为由拒绝 但下班后还是去了漫画店 因为成笑之前拒绝了邀请 十六就叫了另一个人陪她 看到成笑出现 十六调侃说 不是说不来吗 成笑解释说 她来不是为了十六 而是自己想看的书 慌乱间 她拿出了一本 通常只有女孩子看的漫画 这让十六有了嘲讽的机会 十六的无业游民计划 表情坚持了一天 第二天 她就回到父母的店里帮忙 这时十六的高中老师 来店里买了20份餐 因为份数多达20份 所以十六临时当了外送员 在送餐的路上 老师原以为十六还在国外的 知名企业工作 只是回来度个假 十六没有说出实情 只是撒了个谎 快到学校的时候 十六远远地看到了成笑 从他那里得知成笑 打算参加学校体育场 和新宿舍的设计比赛 十六和成笑 都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 都有着各自的成就 老师希望他们中的一个 能作为杰出校友 和学生们分享经验 但因为成笑有事 老师只好选了十六 十六以知名企业的员工身份 与学生们进行了交流 但内心却感到有些反乱 成笑不时地加入讨论 还邀请十六去一个地方 十六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成笑 却抓住了他的衣领 原来十年前 他们曾在学校后面 埋下一个时光胶囊里面 写着对未来十年后自己的话 成笑认为胶囊里的内容很重要 所以才邀请十六一起去挖 可是成笑挖了半小时 也没找到 当十六在与学生们交流时 成笑就在外面等着 于是他问成笑 明知我假装还在国外工作 为什么要装作不知情 成笑回答说 他确实曾在那里工作过 所以有足够的经验 给出好的建议 十六听完成笑的解释后 沉默很久 然后起身离开 成笑追了出去 却没注意到 时光胶囊已经露了出来傍晚时分 十六独自坐在天台上 思考自己是否能继续这样下去 成笑则回到了工作室 继续思考学校游泳馆的改造 设计代表 看到他这么晚还没回家 走上前看到成笑正在关注这些对公司无力的方案 提醒他这东西不赚钱 应该适可而止 殊不知成笑在代表走后 不仅继续研究体育场的改造方案 更在明天与客户交谈时 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客户的要求 客户计划为韩国前1%的经营老年人 设计一个顶级的银发村 光保证金就高达20亿韩元 项目位于首尔市中心 要求设计要有一种一眼望去 便令人敬畏的威严感为了更直观的说明 甲方举了个例子 说像那些搭乘免费地铁的老人 就不属于这个群体 成笑毫不犹豫地反驳 坦言做的铁没什么不好 他自己也很喜欢 代表担心甲方会生气 急忙出面打圆场 甲方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争执 而是提出了一个设计方案 建议成笑借鉴国外顶件的设计 成笑当然拒绝了这个建议 明确表示自己无法接受 代表不断劝说成笑妥协 希望他能从公司的角度考虑 只有承接这个项目 公司目前的危机 才能得到解决成笑认为 代表因为钱出卖了灵魂 听到这些话 代表直言成笑 根本没有为公司考虑 只是因为对过去的执着 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游泳池项目上了 此时成笑心烦意乱 恰好看到盛装出席的石榴 从石榴那里得知 原来是猎头联系了他 不知怎么弄到了他的联系方式 约他出来 推荐了几家不错的公司 石榴在成笑面前炫耀自己的能力 成笑突然问他 你真的想做那份工作吗 石榴说冬天是他人生的低谷 学生时代的成笑 是学校里的杰出游泳选手 一次学校比赛中 石榴是成笑的拉拉队成员 不停为他加油助威 在石榴的鼓励下 成笑赢得了全校第一名 并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但比赛前不久 成笑不幸遭遇车祸 虽保住了双腿 但医生告诉他 他无法再成为游泳运动员 从此成笑一蹶不振 石榴每天都在他身边 给他加油打气 即使成笑一次次让他离开 石榴总是想办法出现在他面前 游泳成了成笑心中永远的遗憾 这也是他为什么坚持体育场改造方案的原因 那晚石榴久久不能入睡 想找成笑聊聊天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成笑和代表的不愉快 让他们见面时 气氛很尴尬 幸运的是 公司的娜娜从代表那里了解到了情况 便找到成笑劝他一番 作为一个职员 娜娜觉得代表说的对 他也希望公司能更好地运营 这样大家的薪水才会更好 然而在任何项目中 乙方必须听从甲方 成笑前一天的态度 显然不适合乙方的身份 不过娜娜仍觉得 坚持梦想的成笑很帅 娜娜的话起了效果 成笑主动向代表道歉 代表也为之前的言语道歉 两人握手言和 甚至决定一起推动公司发展 成笑解决了心中的困扰 但石榴仍然心情低落 他走到学校操场 看着那些学生发呆晚上 石榴在挖时光胶囊时 吓了老师一跳 借这个机会 石榴向老师坦白了那天的谎言 老师没有责怪他 反而给了他一些建议和开导 石榴来到游泳池 意外地发现了成笑 成笑正在看他十年前写的信 正在阅读他一零年前写的信 最终在成笑的帮助下 石榴浮上了水面 虽然没坚持多久 就差点溺水 但成笑及时稳住了他 看着近在咫尺的石榴 成笑不禁想起了 他写给十年后自己的话 石榴离职背后的真相 忠于大白 在格瑞浦公司工作期间 石榴始终勤勤恳恳 付出了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和热情 但公司中的男同事 却利用了他 他们密切配合 在会议中不断强调 项目的难度和紧迫性 企图使石榴主动承担更多工作 石榴见状果不其然 接下了这些任务 男同事达到目的后 还虚情假意地表扬石榴 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石榴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这就是石榴离开格瑞浦的真正原因 在挖掘时光胶囊的那个晚上 石榴和成笑打开了胶囊里面 只发现了两封信 原本的信不知去向 但他们并不在意 开始阅读各自的信 石榴的信内容频频无奇 但成笑的信里竟然写着 10年后应该向石榴表白了 原来成笑在高中时就暗恋石榴 却一直没能表达自己的心意 得知这一切后 成笑感到很尴尬 在石榴试图查看他的信时 急忙逃回家 回到家后 成笑难以置信 自己曾写下那样的信 只得不断安慰自己 这只是年少轻狂的行为 第二天 石榴已把昨天的事情抛住脑后 甚至参观了成笑的工作室 此时他兴奋地跑到成笑面前告诉他 格瑞浦联系了我们 希望在首尔建设一座新建筑 他们还邀请了我们 提供了一个与另一家建筑公司的草案 格瑞浦是个知名的大公司 能与之合作 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 我们都难掩内心的喜悦 然而他却不知道 石榴在格瑞浦的那些事 格瑞浦发来的邮件 全部是英文的 但我们的英文水平都不太行 石榴对格瑞浦很了解 他们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非常严格 所以他提醒了我们一些细节 这时我们才突然想起 石榴以前在格瑞浦工作过 我们马上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知道我们的意图后 成笑其实并不赞成石榴加入 因为他不想让石榴再和格瑞浦 有任何瓜葛 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石榴竟然同意加入我们公司了 于是石榴就成了我们公司的新员工 那天晚上 石榴跟成笑提了一件事 说是时光胶囊里缺少一封原音信 这才让我们知道了真相 原来在10年前 埋下胶囊的那天晚上 原音把他的信取了出来 还偷看了石榴和成笑的信 虽然现在原音只记得石榴信里的内容 却忘了成笑的信 但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了 成笑对石榴的心思 只是他没点破 第二天石榴代表我们公司与格瑞浦的对接人 进行了一场视频通话 在石榴的协助下 双方的首次对话非常顺利 我们都对接下来的合作充满了期待 成笑正在外面接电话时 石榴发现对方忘了挂断视频 听到他们早就决定用另一家建筑公司 原来他们的谈话只是走过场 石榴把这事告诉了成笑 建议对草案不用太认真 反正选不上我们成笑 却没有表现出惊讶或愤怒 他坚持要认真对待草案 这让石榴非常生气 他甚至说不会参加和格瑞浦的会面 虽然他这么说 但到了见面的那天 石榴还是出现了 他认出了格瑞浦派来的那个人 正是因为他们的排挤 石榴才离开了格瑞浦公司 那人后来找到石榴 虚情假意地问候他 甚至提到了他离职的原因 石榴不想多说什么 直接揭露了他们已经内定另一家公司的事实 成笑以为这会让合作泡汤 却意外地接到了代表的电话 得知格瑞浦决定选择他们公司 原来代表暗中录下了那人的行为 并把录音发给了格瑞浦的副总裁代表 因为喜欢旅游和美食 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这位副总裁 结果那个男人被开除了 成笑的公司最终中标 石榴也发现了成笑十年前写给自己的信 信里那句宛如表白的话 使他震惊不已 就在这时 刚洗完澡的成笑走了进来 看到石榴手里拿着那封信 立刻上前抢过来 不小心把信丝成了两半 成笑显得有点慌乱 好像小秘密被揭穿了一样 冷冷地把碎纸扔进垃圾桶 淡淡地告诉石榴 那不过是个玩笑 躺在床上 石榴翻看着自己在国外拍的美食视频 如今没有工作 他决定学习韩国料理 当石榴经过成笑公司楼下 恰好碰到成笑和他前女友在一起 自从那封信事件后 两人之间气氛变得很尴尬 几乎无话可说 成笑为了缓解尴尬 就借前女友为借口 很快就打发了石榴 前女友心里明白 直接告诉成笑 你可以尽管利用我第二天 石榴和成笑又见面了 这次是石榴主动开口解释 说他报的烹饪客就在附近 希望成笑不要误会 石榴一说话就停不下来 成笑借口要开会 打断了他 然后匆匆离开 表面上成笑看似冷漠 背地里却在网上搜索 韩式料理的资料 下班后 成笑和朋友们聚餐聚餐散场时 偶然看到石榴爸和一个陌生女人 他们的亲密举动 让成笑想起自己小时候 母亲离开的情景 回家的路上 石榴爸心情好的 哼着小调 刚到家门口 就看到成笑 已经在那等着成笑 直接说他看到了一切 不知道他们之间具体说了什么 石榴爸急忙求他保密 嘱咐不要告诉石榴妈 和石榴成笑 答应了他的请求 石榴爸本以为能保密 没想到妻子 从朋友那里听说了 餐厅已经好几天没开门 得知此事后 石榴妈急忙回家 从石榴爸的衣服里 找到了信用卡的借款记录 晚上石榴妈质问石榴爸 要求他解释 原来几天前 石榴爸在营业时 遇到了两个年轻小伙 穿黑衣服的男孩 说他迟到了 石榴爸上前查看时 男孩故意推了桌子 让汤汁洒在了身上 然后他拿出手表说 这是石榴爸弄坏的 石榴爸本来想赔点修理费 但那男孩坚持要求全额赔偿 要求石榴爸全额赔付 索赔金额高达3000万 因此石榴爸瞒着石榴妈 半夜偷偷溜出去解决问题 那晚成孝看到的 其实是一个醉酒客人 引起的误会 事情逐渐变得清晰 石榴妈觉得石榴爸太冲动 石榴爸感觉 自己在家里默默无闻 感觉自己只是个会炒年糕的人 石榴妈一向很重视钱 为了查经真相 石榴决定去餐厅旁的洗衣店 找监控 却被告知监控被成孝取走了 这时 成孝已经和那两个年轻人捡过面 自称是石榴爸的儿子 要求看看他们的手表 那个穿黑衣的小伙子 没多想就拿出手表 没想到成孝拿出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手表 立刻识破了他们的表是假的 不仅如此 他还展示了他们进餐馆时 摘头发的场景 成孝还叫来了记者朋友 对方知道了他的身份 两人选择了分头逃跑 成孝追赶其中一个人 是红绿灯让他没追上 就在那男孩庆祝逃脱时 石榴突然出现 这时成孝和石榴一起走出警局 石榴忍不住问他 为什么要保持距离 成孝说 他们应该各自过自己的生活 不该沉溺于过去 也希望石榴能尊重他的隐私 别再半夜来敲窗户了 真幼稚 石榴在床上辗转反侧 睡不着觉 刚想喊成孝 但又想起他白天说的话 当他重新躺回床上时 成孝竟然拉开了窗帘 桌子上放着他之前扔掉的那封信 为了感谢成孝帮助了他的父亲 石榴把自己第一次做的菜 拿给成孝尝 这道菜正是成孝小时候的最爱 本以为会感动他 没想到成孝却说 不要再插手我的生活了 石榴竟然早已患上癌症 就在石榴准备询问成孝 为什么最近总是躲着自己 成孝本来打算坦白 自己喜欢石榴 这时 石榴的前男友突然出现了 他的出现让成孝非常愤怒 明明正要表白的话语 已经到了嘴边 成孝拉着石榴 就想快点离开 但前男友突然抓住了石榴 说有话要讲 就在这僵持的时候 石榴的爸妈赶到了现场 如果不是石榴妈一直拽着石榴爸 石榴爸早就动手打那个渣男了 石榴和他之间的问题 石榴妈早就想问清楚 于是带着前男友回了家 还给他准备了晚餐 前男友一边笑 一边享用着曾是丈母娘做的晚餐 而成孝只能孤单的在门外 等酒足饭饱后 石榴妈拿起擀面杖 就要上前 吓得石榴 赶紧拉着前男友逃出家门 石榴逃出门的时候 成孝已经不在门口了 而是在原因陪同下 开始喝闷酒 得知石榴前男友回来的消息 成孝已经猜到了原因 这就是成孝心情郁闷的原因 原来时光胶囊里 成孝写下的内容早已被揭晓 因此原因劝成孝 如果真喜欢 最好早点告诉石榴 免得将来后悔 与此同时 前男友和石榴摊牌了 他这次回国 是希望能重心得到石榴的心 重新开始 石榴就是不愿给他机会 警告他别再出现 转身就走 前男友对石榴的话 充耳不闻 一早就在石榴家门外等他 石榴见到他时 正犹豫不决 这时成孝推着自行车出现了 石榴赶紧坐上去 紧紧抱住成孝的腰 在前男友的注视下 骑走了 石榴坐在成孝后面 脸不知不觉红了 偏偏这时候 成孝说了些石榴不想听的话 原本美好的一幕 顿时破灭 成孝突然急刹车 石榴的粉底都蹭到衣服上了 下午时分 石榴烹饪课后 准备回家 却意外遇到前男友 石榴见他不理不睬 前男友无耻地假装受伤 成功引起石榴的注意 然后提出在一起吃顿饭的请求 石榴打算吃饭时跟他说明白 所以他答应了 可偏偏吃饭时 碰上成孝和前女友谈工作 石榴和成孝尴尬地吃着饭 前男友一直在那说些 让人反感的话 成孝实在听不下去了 开始跟前女友说话 虽然是对前女友说的 其实是在影射前男友和石榴 石榴听出了言外之意 尴尬地差点呛到自己前男友的出现 让成孝感到威胁 反复思考觉得这样下去 可能会失去石榴 于是他连夜给石榴打了电话 得到地址后 急忙赶了过去 向他表达了埋藏心底数十年的情感 我喜欢你 虽然面对成孝 石榴表面波澜不惊 其实内心早已波动不已 回到家的他立刻走到水龙头前洗脸 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石榴心里明白 或许在成孝表白之前 他已对成孝心动 对于成孝来说 这一晚很难熬 两人都在忍耐不去见对方 但内心又难以抗拒 他们整晚都在挣扎中度过 成孝拉开窗帘想望一眼石榴 当石榴也想看看成孝时 成孝又关上了窗帘 两人就这样度过了整夜 第二天都起床时 都有了熊猫眼 见面时都硬撑着 不承认没睡好 关于自己的告白 石榴还没有给出答复 于是两人商量决定 用食品的保质期 来决定回复时间 比如保质期是三天 石榴就必须在三天之内 给出答复 成孝去了便利店 寻找保质期最短的商品 找到了一个保质期 仅有十一天的商品 当石榴看到日期时 竟然大叫起来 石榴的妈妈 背着石榴的爸爸 和石榴及他的前男友见面了 是前男友约见的石榴妈 她的目的是想告诉石榴妈 她依旧深爱着石榴 两人正在交谈时 这一幕被路过的石榴爸看到了 等石榴妈回家时 发现店铺没开 丈夫在家闷闷不乐 石榴还不知道 她的父母因此大吵了一架 石榴像往常一样 离开烹饪学校 正巧被石榴妈撞见 尤其是得知石榴在学烹饪后 晚上石榴妈对她发火 甚至在成校面前 自从向石榴妈说明了 意图和目的后 前男友开始更加纠缠石榴 甚至借合作之名 跟着石榴来到了成校的公司 石榴看着他们俩争执不休 头都大了 索性不再考虑 而是为他们准备了一顿饭 正当成校和前男友准备用餐时 石榴突然感到腹部剧痛 意识之间 成校和前男友同时扶起了石榴 但石榴推开了成校的手 让前男友陪他去医院 成校以为这是石榴的回应 他却不知道 石榴三年前就被诊断出二期癌症 胃疫切除70% 他不想让成校知道这些 所以才选择了前男友 其实前男友并没有错 反而是石榴总能左右逢源 当初他看到前男友和别人亲密时 走近一看 他只是在帮别人戴隐形眼镜 那时他们正处在甜蜜的恋爱期 前男友向他求婚了 石榴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没想到第二天 就被医生告知自己得了胃癌 听从医生的建议 他切除了胃的三分之二 前男友始终不离不弃地 陪伴着他那时的石榴 不敢告诉家人真相 想等自己痊愈后 再告诉他们手术恢复得非常顺利 石榴向公司申请了复职 重新上班后 石榴听到了同事们在背后议论 自己受打击后 他去找前男友 因为一场误会 两人大吵了一架 前男友一时口不择言 说出了许久压抑的委屈 石榴气愤地留下戒指 一个人回了国 这是因为当时他胃痛 怕被成孝发现 所以推开了他 让前男友陪他去了医院 醒来后 他发现自己在成孝父亲的医院 幸好今天他休息没去上班 他急忙跑了出去 发现前男友一直在外面等着他 这时担心他的成孝 也找到了这里 两个人都想送石榴回家 这一次 石榴以成孝顺路为借口 再次拒绝了前男友 送完他回家后 成孝郁闷地睡不着 跑去找原因打棒球发泄 在原因的追问下 他才说出自己的困扰 他猜不透 石榴和前男友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 因为学习烹饪的事 石榴又和他妈妈吵了起来 等在外头的成孝 拉着他去吃早饭 选了粥来 让他的胃感觉舒服些 石榴尝了一口后 赞不绝口 吃得太快又觉得胃痛 假装去厕所 避开成孝的注意出来后 感觉好些 成孝给了他好多胃药 每件事都在关心着他 回公司后 同事差点喝掉他的七线奶 发现石榴送的花 开始枯萎 还特意去花店照顾花 却不知道 石榴正在和前男友见面 前男友还把留下的婚戒 还给他那天晚上 石榴把前男友求复合的事 告诉了他成孝听了很生气 自问自己算什么成孝的公司 也遇到麻烦 忙于处理问题 没时间见石榴 石榴妈看他心事重重 拉他回家吃饭 石榴看到后 两人都尴尬 看到牛奶 突然想起了之前约定的答案 虽然有心理准备 听到他亲口拒绝时 成孝还是感到很无助 石榴在慌乱中感到纠结 在不离不弃的前男友 和青梅竹马的暗恋之间犹豫 这种理由对前男友很不公平 其实石榴离开前男友 不是因为吵架 他的身体状况 随时可能恶化 生病的他感到不安和忧伤 甚至连追梦都感到吃力 他无力再去爱一个人 他拒绝了前男友的复合请求 还拒绝了青梅竹马的表白 成孝被拒绝后感到无力 精神状态非常萎靡 在公司差点晕倒 太夸张了 躺在床上 又回想起小时候害怕的事 妈妈因工作跟领导出差 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 是石榴站出来安慰他 不让他哭 当成孝迷迷糊糊睁开眼时 石榴又一次陪在他床边 半夜成孝醒来 发现石榴累的趴在床边睡着了 醒来后 他告诉成孝 是有人打电话来的 埋怨他感觉不舒服 为什么不说 成孝说自己不想再麻烦他 不管将来怎样 两人还是互相说了些孩子气的话 最后还是分开了 成孝后来看到石榴忘在地上的包 看到包里的检查报告 这才知道石榴的身体有问题 成孝才发现 石榴三年前就患了胃癌 这时他才明白 自己当年多次忽视了对方 错过了在对方生命低谷时 伸出元首的机会 三年前 成孝曾去过美国 分享给石榴一个惊喜 却看到石榴的前男友 正搀扶着刚做完手术的石榴 那一刻 内心的暗恋 冷水浇头 瞬间熄火 成孝转身就走 连招呼都没打 接下来的三年 石榴的来信 他一封都没回 自己在受伤的低谷期 是石榴让他重新站起来 为什么当时没发现 石榴瘦了这么多 知道女儿生病的事 既心疼又生气 为什么对自己隐瞒 这么大的事都不说 妈妈回家 本想告诉爸爸 石榴却试图阻止 刚知道女儿得癌 爸爸满脸难以置信 石榴房间里的药 和肚子上的手术疤痕 不会骗人 想到女儿这三年多苦 一怒之下 想起石榴前男友 是个渣男 石榴赶紧向妈妈解释 这三年都是他在照顾自己 甚至申请停留 来照顾自己 退婚是因为 不想让他继续受苦 是自己做的决定 石榴试图让他们理解 自己现在很好 但妈妈还是忍不住 责怪这么重要的事情 不该瞒着家人 老爸还算冷静 再次确认真的痊愈了吗 石榴没敢说 还有复发的风险 现在还不确定 因他的病 全家都陷入了悲伤 成孝也同样沉浸在悲伤中 妈妈提醒了他 他才想起三年前去过美国 看到自己和前男友 甜蜜的样子 深感打击 回到国内 开始忽略了对方的所有消息 无数次的懊恼 使得成孝更加自责 一向不和石榴 和得来的弟弟 也在查胃癌的治愈率 发现只有30%的治愈率 感到非常懊恼 一脚踢向路边的石子 差点伤到人 定睛一看 是他喜欢的健身房成员 这个喜欢他姐夫的小迷妹 迟早要追到手 晚上成孝和石榴 坐在路边的秋千上 石榴还想开玩笑 责怪大家的反应 一气之下 成孝站起来痛骂了他一顿 家人本来就应该在 我们最脆弱时 给予避风港 对我来说 石榴曾经把我从黑暗中拉出来 现在却不让我帮 他回答不出来 只得落荒而逃 前男友默默出现 向成孝道歉 他觉得自己 如果也能像成孝这样 勇敢就好了 如果我当初也痛骂他一顿 也许就不会纵容石榴 向家人隐瞒真相 最终导致了抑郁 他崩溃的时候 我也没有察觉 石榴的父母 也在天台上忏悔 从三岁开始就照看弟弟 从那时起就忽略了石榴 直到他生病回国 不仅没发现他的状况 反而一再逼迫他父母的对话 让石榴泪流满面 第二天妈妈偶然看到 石榴手机上的短信 是成孝医院发来的 说检查结果出来了 找不到石榴 他就给成孝打了个电话 成孝放下工作 开始四处寻找石榴 从料理培训班到学校的操场 最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可能的地方 看到石榴坐在沙滩上 他上前大声斥责 如果不是前男友 他还不知道石榴患有抑郁症 一番发泄后 石榴也放松了不少 石榴问他怎么找到这里的 成孝才说 他每次离家出走都会来这里 曾经因为妈妈只给弟弟买新手机 他生气责怪妈妈偏心 每次都会跑到这里来发泄 成孝知道他很害怕 把检查结果告诉了他 不管发生什么 自己都会陪着他 然后把通了的电话递给他这时 成孝爸才告诉了成孝 一直想知道的事 因为坚持不能泄露病人隐私 之前没告诉成孝的检查结果 石榴听说没有复发 两人都松了一口气 成孝激动的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与他们的开心不同 成孝爸兴冲冲的去见老婆 却看到搭档给他送花 旁边三个女人在小声说坏话 一气之下 他转身就走了 他不知道那送花 只是为了庆祝他休假 在回家的路上 石榴还在自言自语 朋友之间的拥抱很正常 成孝却说 他们之间的友情已经不在 还带石榴去小食店 给他一个惊喜 全家人加上朋友 都在那里等着 即是庆祝石榴的康复 也补偿他回国后缺失的待遇 在欢快的气氛中 大家吃得很饱 石榴开玩笑说 肚子要爆炸了 这话吓了大家一跳 说明大家都愿意 在石榴需要的时候 站出来帮忙 原因邀请石榴一起去澡堂 他还不客气地问成孝 要不要去 前男友就站在街角 看着他们这样幸福的场面 晚上回家 成孝妈本想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丈夫 内心已有答案的 成孝主动提出离婚 前男友也打电话给石榴 说这些年可能用错了方式 看到了更适合陪伴他的人 石榴可能更适合留在国内 曾经相爱的两人都很伤心 但明白 这或许是他们注定的结局 成孝种的石榴树 又繁衍茂盛了 花店老板说 不久后会开花 突然手机收到一条消息 成孝急忙拉着石榴去了机场 原来是前男友和代表 要飞往美国 代表告诉了成孝这个消息 他们一起去机场 送别曾经的爱人 离别是对过去的一个句号 握手祝福 向对方道了最后的祝福 前男友转身离开 石榴的眼眶湿润了 有时候不是他不够好 只是有人比他更适合 看着他伤心的哭 成孝用衣服帮他遮挡了一下 那天牛奶就要过期了 石榴一直在等着 成孝再次询问自己 还让他帮忙翻译法语菜谱 故意和他多待一会儿 即使他发现 石榴偷偷摸他的时候 他也宁愿脸红的逃走 都没有想过再次表白 还找借口 说是因为 因为昨天看到石榴 哭得太伤心 不想给他添麻烦 才没问那晚 两人各自盯着手机 一个人盯着牛奶 直到牛奶过了保质期 谁也没有打电话 谁也没有发消息 紧接着 成孝的父母又开始吵离婚 成孝更是没有心情表白 石榴满脑子都是如何安慰成孝 连缘门要出国的妈妈 突然失踪了 让成孝彻底不知所措 就像个小孩一样 有点乱了方寸 最后还是在石榴姐姐的安抚下 才稍感安慰 等他们找到妈妈时 爸爸已经先一步到达了 而且已经和妈妈和解解开了多年的误会 但成孝觉得自己好委屈 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一点都不重要 无论是妈妈的离开 还是他们的离婚 或是现在的和解 都没有人考虑过他的感受 没有人关心他的感受 一切都是他们随意决定的 所以他哭得特别伤心 说得特别委屈 最后父母一起向他道歉 这才把这个委屈的小宝宝哄好了 妈妈还解释了一番 他当年能决心离开成孝 是因为自责做错了太多事 觉得和他在一起 比起来成孝跟十六妈妈相处 似乎更自在 所以才放心把成孝留给他 在这番话语的安抚下 成孝开始和爸爸争着要背妈妈 爸爸却说他是我老婆 应该由我来背 这话让他哑口无言 十六也直接把他拉开 让他拾去的走远点 于是他们只能远远的观望 看着这对老夫妻亲密的互动 妈妈对着爸爸撒娇 被爸爸抱着进浴室 满脸娇羞 原本以为这会感染到他们 结果成孝宁愿半夜吹笛 也没勇气表白 只是告诉十六 他明天要出差两周都不在家 让十六如果觉得无聊 就去找他 十六却因为害怕而拒绝 所以他只好说这种事不会发生 然后就不再搭理他 但没过两天 十六发现自己真的很无聊 尤其是看到对面紧闭的窗户 不知是无聊还是思念 有点感到空虚 最终决定用烹饪来打发时间 听着成孝翻译的菜谱 还没听几句 就突然没声了 正当他以为成孝敷衍了事 却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六完全没听懂那句话 幸好他有翻译软件 用软件一键把语音 转成了文字并翻译 这才明白那句话的真正含义 于是他抢过了那辆车 瞬间出现在成孝面前 成孝看到突然出现的十六 不知道他是真不懂 还是故作矜持 还很震惊地问十六怎么又回来了 青梅竹马开始恋爱了 进展的速度真是惊人 起初两人还很羞涩 明明只是蠢友谊 连提起亲吻都觉得不好意思 讨论了半天 也没弄清楚 他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唯一清楚的是 他们不再是普通朋友 但当着外人 成孝很想公开他们的关系 每次刚想说 就被十六打断亲密一点 就被他的眼神警告 进了他的房间 刚想坐下 就被催着离开 直到晚上才敢约成孝出来 给他机会 再次向自己表白 这时两人才真像一对情侣 但回到首尔后 一切又变得像做贼一样紧张 只有在原因先知道的人面前 他们才敢坦白 不敢隐瞒 至于其他亲朋好友 十六不允许成孝公开他们的关系 说是他们才刚开始交往 还不确定未来会怎样 他们的妈妈们是朋友 担心会带来影响 这话让成孝觉得有些苦涩 但还是答应了秘密交往 面对暗恋的后悔 成孝直接告诉对方 他已有心仪之人 这段情感经历了不少波折 他费尽心思才赢得的爱人 他不想做出让对方不舒服的事 从这以后 他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 开始对十六漠不关心 像是他们第一次约会 他只顾低头忙自己的工作 甚至连PA十六一眼 都没有电影开始时 其他情侣都紧紧相依 而他们却像陌生人那般尴尬 碰手的瞬间 成孝赶紧把手缩回 就算担心十六会误会 他有不轨之意 电影结束后 一起走出 他甚至没有牵手的意识 十六试图悄悄牵手 也被他迅速避开 随后让十六先回去 他自己则绕道而行 他说他怕再被误会 像之前一样 遇到十六的妈妈 十六还学了做五花肉 想和他分享这份美味 他却让十六晚些时候 再来十六能理解这些 毕竟他提出秘密恋爱 小心翼翼也是必要的 晚上见面也不错 黑暗中做些小动作正好 但他没想到的是 本以为是两人的约会 却见到了整个办公室的人 包括成效的前女友 原来成效白天没见他 是因为一直和张泰西在一起 成效还没跟他说 所以十六开始吃醋了 尤其是听说成效没告诉泰西 他们两个正在交往 十六开始冷嘲热讽说 感情不是说切就能切的 毕竟你们曾有过美好时光 就这样这对新恋人 发生了他们的第一次争执 成效只是后悔 却没有采取行动 十六则是一直盯着手机 等待成效的消息 这就明显看出 他们在交往了 有人寄来了用于传统婚礼的交杯酒 祝福他们幸福美满 还暗寒他们是彼此唯一的另一半 大姐姐寄来的礼物 本来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矛盾 但这两个小家伙 还是互不理睬 最终十六心烦意乱的出门 偶然遇到在喂猫的成效 他们终于见面了 但又开始了尴尬的聊天 聊天无神热络 最终谈到了猫屋 成效才提到 他成为建筑师的原因 都是因为当年的第一个客户 一句情话 让两人立刻和解 正好成效的肚子 也开始叫十六 就带成效回家了 拿出了妈妈旅行前准备的食物 两人为这次幼稚又小气的行为道歉 并保证今后尽量避免争吵 虽然这话说的挺好的 成效突然来了一句 你总是让我激动不已 这让十六意识不知如何是好 他赶紧转移话题 说他房间有很多漫画 快吃完我们去看 但他不知道 成效对这些漫画一点都不感兴趣 他当初说喜欢公主漫画 只是随口找的借口 他每次去漫画店 其实是为了见十六 这让十六感到困惑 没交往前 你那么痴情 交往后怎么变了个样 不仅态度冷淡 连眼神接触都少了 成效急忙解释 是因为太紧张了 其实他恨不得一天24小时 都能看到十六 但不知为何 当十六一女友身份出现 他又不敢直视十六 稍微靠近一点 他就紧张的不行 他也想像其他情侣一样牵手 可是手就是不听使唤 伸出去后 又紧张的缩回来 说完成效就急着要拿书下楼 十六问他为啥不在这儿看 他说不能在这里看 否则会心生不良念头 就是有点不健康 他显得很局促 十六却豪爽的说 他就喜欢那些不良食品 比如辣条 糖饼 冰沙之类的 杂七杂八的东西 所以他也能接受 成效的那些坏念头 他们也因此变得更亲密 随后两人之间的气氛 终于不再尴尬 变得更加自然放松 秘密恋情依然在继续 他们进入了紧张又刺激的阶段